这节课呢我们讲一下关于工业机器人结构设计一个课程大纲 还有自动化机械视频一个课程大纲 大家现在看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将会学到工业六关节机器人 它的一个本体结构设计的一个详细制作步骤 其中涉及的主要的知识点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就关于一个减速机的选群和减速机的相关的核心的一些关键的 就是选择和计算 特别是齿轮的一个裂合 以及四部电机的一个选型 还有如何将你从无到有的实现这种六关节的一个机械手 因为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会以减速机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 然后呢以它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建立这样的一个六关节的一个机器人 在这里面我们所设计的机构 主要的就是这里有一个传动的 就是旋转传动的一个机构 比如像这种同步传动的机构 还有如何搭配这些轴 我们在课程里面都会讲得很详细 都会讲得很详细 我们看一下我们机器人的一个搭配的一个视频 一个课程 因为这里的所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细节 我们就是给个缩链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在设计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会教你这个六关节机械手 它是如何从一步一步的它的结构设计的一个理念 第二个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它的关节的主关节的第一轴 它的一个制作的方法 它是从无道友一步一步实现的 这个减速机的选行 到最后的实现整个工业机器人的制作 在课程里面我们都会讲得很详细 为什么不打开 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logger 可能这个凤凰视频 它不支持这些录制视频的logger 这个logger都是本人 就是说这视频都是本人原创的 所以打开之后 它就省得不了 大家就看不了这个大纲了 所以我在这里只是给了缩链图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进优酷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缩链图这个东西 进优酷里可以更详细一点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会讲到一个 就是机器人它的一个过线 它的过线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就是这线呢是如何到最终端这个末端执行器这里的 这个线的一个走向 这是工业机器人 如果大家看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可以 我可以提供这种3D原格式文件给你 我可以提供3D原格式文件 还有一些它的相关的资料给你 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到的呢就是这个机械手 这个机械手呢也是本人自己独立制作完成的 对机械手和普通的国内的一些机械手有很大的区别是 它的一个伺服的驱动器是和横行机构是同步移动的 另外一个它的传动的机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非常非常有效率 在我们国内很多机械手要么把这个四伏放在后面 要么呢就是驱动器啊 放在这个机箱里面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种结构 我们在课程里面都会跟大家讲 这些结构到底有哪些优越性和它们的区别 在课程里面呢我们会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去讲解这个机械手 我们总共分为14节课程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学到一些比如说像同步带传动 你张紧机构滑轨的选行还有四伏电机减速机的一个选行以及它功率的计算 为什么要这么多 刚才我们提到的工业机器人啊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功率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功率我们也会讲到的 然后呢这是师傅的驱动器的安装 还有呢尺条传动的机构 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显示在这里 是它远导出的问题啊 我考虑大家的这里可以显示出来的 然后呢 还有双倍形成的一个机构 还有旋转气缸的一个机构 就是气缸的使用 同步的带传动的机构 等等这些都会在这里面提到 都会在这里提到 我们看一下我们课程的大派的一个大纲 我们课程的大纲呢 总共是有22节内容 总共是有22节内容 其中涉及的第一节呢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 第一节机械手 总共有14节 14节课程 从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是一步一步的 教你如何实现的 包括它的一个提段人的主动的 它的一个制作和它张景 动人的一个制作 这是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实现最终的一个机构 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 比如说教你如何处理一些复杂的工程图纸 都会涉及到 就是学完这个课程之后 你会对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机构 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提升啊 或者有一个精炼的把握 能够大大提高大家的一个工作效率 因为我这种建模的方式可能跟你的有所不同啊 可能比较快 因为我是我的建模的主要的一个方式啊 是首先是有一个固定键 然后呢 比如说这固定往往是减速机啊 伺服啊 或者一个标准的键 然后呢 以这个为基础 然后在装配体里建零件 在装配体里建零件 先完成之后 然后再出一些详细的零件的图 然后最后才出真正的一个工程图啊 这是建模的一个顺序 这里设置到一些别的一些机械啊 这些机械主要的还是自动化的机械设备 比如说开箱机啊 还有堆叠机啊 螺丝机啊 还有一些啊 这些 比如说雕刻机啊 这些这些之类的 这是我们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 讲解的内容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课程的一个 一个大纲 这这些大纲呢 我都会 这是主要的一个课程大纲 我刚才呢 想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过 因为刚才看到我有QV号码了 我们的课程大纲主要就是这样子的 排列的一个顺序 然后总共 这课程呢 总共是37大小 整个文件资料是37的大小 总共是22节左右 然后呢 这是每一集里面呢 就有多少节 然后这个是文件资料的一个 摆放的一个方式和它草导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啊 不然你会觉得这个资料是乱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呢 你就很容易射到你自己想要的文件 我说一下我的QQ吧 我在这里打开一个零件 在上面切一下膜 然后我们编一下草 然后啊 他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我的QQ呢 是8445 08024 这是我的QQ 大家可以教我的QQ 这个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视频教程 好